嗨,大家好,我是凯水哥,今天我想跟大家做一个香港九龙海韵轩酒店的room tour,以及居住的分享,因为我在这里住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,那它其实是一个酒店式的公寓,其实跟很多的两房一厅也差别不大,但是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,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去看一下,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事情。 这个就是海韵轩酒店的大厅,然后在这个位置呢,就是每天可以等班车的地方,大概15分钟一班,这个地方边上那里,一个出租车那个地方就是每天等车上出租车的地方,然后这里呢,其实是这个酒店的洗衣房以及干洗的地方,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衣服要过来洗的话,就在这里可以去干洗。 进了电梯之后呢,就是走廊,两边的走廊,一般这边会少一点,然后这边是一个长条的走廊,然后这里呢,就是一个安全出口,然后日常的话,倒垃圾就是在这个地方,然后我们可以往房间里面走,进来之后呢,给大家看一个全景的review, 这里黑黑的,因为我没有开灯啊,这里黑黑的就是厕所洗手间,然后这边呢,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,然后我现在先把灯打开,我们先看一下洗手间。 洗手间呢,这边是洗手台啊,之类的放东西,下面有很多的储物空间,然后这边是一个带浴缸的淋浴,如果有喜欢泡澡的,可能会觉得这里还挺舒服,但是如果每天只是淋浴的话,这里还是有点麻烦啊。 然后这里有一个浴帘,其实这个洗手间,我刚搬进来的时候觉得还是挺小,但是因为它这里做了一个全部是镜子的这样的一个设计,所以它极大的在视觉上让你感觉到空间的拓展啊。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开放式的厨房,这里呢,像储物空间还是比较多,像这里这里,这全都是柜子,然后上边的这些地方,还有东西我就没有打开了,全都是储物空间,还是不错的。 然后冰箱,洗衣机在这里,然后这里有一个微波炉,这个灶台呢,也是电的那个电磁炉,然后因为住的时间比较久了,所以说东西还是比较多啊,自己的东西。 然后这个洗衣机呢,其实带有烘干功能的,但是大家要记得,所有带烘干功能的洗衣机,它的烘干功能都不会特别好。 这个烘干大概一般要三个小时起步,而且后来用着用着,不知道为什么。 它的烘干功能就不是很灵,烘的不是特别干。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客厅啊,现在我是没有开灯的一个状态,自然光,现在是大概下午两点钟左右。 这个呢,是客厅的饭厅,这里也是放了一个比较大的镜子,所以说可以延展一下客厅的空间。 然后呢,这里就是一个客厅,其实客厅的大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,因为它的空间还是别的。 而且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域,所以说它也是可以拓展一下,比如放点东西之类的。 这个是沙发,对,我就在这里录了好多期视频。 然后这里是它的电脑,这里是它的那个电视机的位置,然后这边是窗台。 这里呢,就是它们的主打海景,所以为什么它叫海运轩的一个原因。 它的英文是海景房嘛,然后大家可以看到,从客厅往外望出去,这里就是维多利亚港的那边的港湾。 但是这边的景色其实是北角那边的,因为它是朝东看的嘛。 如果在另一侧的朋友,他住的就是西边的景色,那如果是在这一栋的话,它的西边其实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,甚至是可以看到在跨年的时候的烟火的。 但是如果是住的是我这栋的侧边的话,它其实那边的景色有一点是有问题的,因为它那里有一个香港的所所说的大酒店,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 所以说那边的景色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。 然后下边呢,其实是一个游泳池,这个游泳池其实还是挺舒服的,因为它在游泳池里边有一点无边泳池的感觉。 然后下午,像现在大概两点钟左右,通过这栋楼已经可以把下面的阳光挡掉,所以说其实是不晒的,还是挺舒服的。 但是这个私密空间还是不是特别好,大家可以看,有点密集恐惧性的感觉。 这里是另外一栋的,应该是三栋吧,然后这边是横向的一栋。 其实我觉得这边这栋呢,它虽然是正对南方的,但是它其实因为两边都夹了楼嘛,所以说它的采光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。 然后这里也是客厅的柜子沙发,这沙发其实还是不算特别舒服,因为它的角度很直,而且这个垫子也不是很舒服。 然后这是我自己买的饮水机,推荐大家用一下,还是在这里很好用的。 然后这个饭桌,这个是可以看一下从客厅的窗户这里往外看,大概就是这样,然后空调,就是这样的。 然后这边的位置其实如果平时不开灯的话还是比较黑的,特别是它的起手间是一个香港的说法叫黑侧,就是没有窗的厕所。 所以说还是很黑的。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主卧啊,因为现在还我们还在住嘛,所以说跟大家大概看一下啊,它这个床大概是一个,呃, queen size吧,就是一米三五左右,还是比较窄,然后窗台的话如果大家可以利用起来, 还是可以比如说摆点东西啊,或者是平时在这里看个书啊之类的。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窗头柜和一个呃,电脑桌。 这里面,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衣柜,这个衣柜的面积还是挺大的,但是,呃,因为里面还有很多衣服就不用打开了,这个还是比较实用的。 然后这里呢,就是另外一个侧卧。 侧卧呢,我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,因为呃,现在侧卧一直没有住人呢,我也是把它当作一个储物的空间。 这里是一个小床啊,这个床呢,呃,大概只有八十厘米宽吧,所以说呃,一个人住还可以,但是有一点点的窄。 然后这边有一个呃,柜子,然后这一个床头柜。 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书架,应该正常情况下,大家日常的书啊什么都可以摆得下。 然后这里呢是一个鞋子台,这个鞋子台设计的还是挺好的,它把几乎所有的空间全部都挖出来给你做了一个鞋子台。 然后平时的话,呃,当然看不到外面的风景,但是这个光线还是可以的。 这里就是泳池的入口,从这里可以刷卡就可以进去。 然后其实是夹在两栋楼的中间的,但是确实下午在游泳的话,呃,没有很闪。 然后还可以看到远处那里的风景,算是半无边泳池风景还是不错的。 然后泳池的边上这里呢,其实有很多休息的地方,包括这里。 可以在这里拿一些小吃啊,包括饭买之类的,在这里。 室外野餐也是很不错的。 然后从这里进去呢,就是酒店五楼的会所。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五楼会所的内部,这里是按摩椅有四台。 但是因为现在有人在那里按摩,就不方便去拍别人。 然后这里其实应该是一个类似于,呃,会客室啊,或者是大家可以在这里聊天啊之类的地方。 也还是很多,蛮多座位的啊。 这里就是酒店的健身区,这里有跑步机啊,这里是气血,那里是亚铃啊之类的。 然后这里呢,其实一个儿童娱乐的区域。 因为我在这里住的时间比较久,我住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。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对这里边比较熟悉,然后也是有一点点发言权的啊。 呃,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。 这个其实是我去年在租期快到一年的时候,呃,我本来要下楼下去续约。 呃,在一月份的时候吧,今年,那个时候准备去第二年的租约的时候,呃,楼下给我的一个价格。 啊,当时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,随便看几间。 嗯,二十六楼。 呃,二十六,二十六楼十八号房移动的,呃,大概价格是一万九千三左右。 然后,嗯,二十九楼,然后大概是一万九千八左右。 呃,这个是今年二月份左右的价格。 当时还是挺有意思的,因为我搬进来的时候,刚好是香港的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。 啊,当时比较严重的时候。所以说当时的价格都,呃,不算高了。 我这个楼层的,呃,二十多,二十五楼以上啊,没有,没有说具体楼层。 二十五楼以上,大概三十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楼层。 比较靠近海,就是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。 大概是一万八千三。 这个是我一年半之前的价格。 然后,我搬进来的时候,中间续了一次,也是同样的价格。 因为我是半年半年的签了嘛。 当我续到一年的时候,其实本来这个,海云轩他给我的offer是,呃,第一,我必须要,呃,换房子。 呃,第二是,呃,价格可能会上涨。 呃,这个是一月底的时候。 我当时就在考虑还要不要续租。 但是今年二月份,大家也都知道啊,香港的疫情突然间开始爆发。 然后,呃,很多学生啊,都选择,就是不回香港,然后在大陆做这种远程的课程。 呃,所以说他们的生意应该是受到很大的影响。 所以说他当时就突然间给我们打电话,给了我一个offer,就是你可以继续住在,呃,这个房间。 所以说我这个房间是,其实是住了一年半的。 他说你可以继续住在这个房间。 然后价格呢,还按照你一年前的价格。 啊,所以说我当时觉得那个价格也还可以嘛。 呃,所以我就又续租了半年。 但是,当时他给我的条件就是你一年半之后必须要换房子。 呃,这也是我为什么现在要搬家的原因。 因为我觉得本来就要换房子的话,那可能我也会考虑到换一个居住环境。 因为在这住的时间也比较长。 而且,呃,我现在的工作也不在这个区域嘛。 所以说,可能换一下环境也不错。 呃,我觉得,他们这个价格啊,其实很有意思。 因为,呃,我当时发现的一个规律是,比如说你以十楼或者是以几楼为一个基准价。 基本上,你往上一层的价格要涨大概100港币左右。 然后,如果你的房型是越往前,就是越靠海的一个房型,大概也是往前一格,就是往前一间也要涨100左右。 当时我是已经找到了这个,呃,酒店他们定价的规律啊。 但是最近呢,呃,我因为之前大概两个月前,我也去楼下问过他的价格。呃,我也在考虑要不要搬到其他地方,还是在这里继续继续住。 但是我得到的答案是,基本上,他们的价格两个月前啊,那个时候应该是六月份的时候,他们的价格已经比我去年租的时候的价格上浮了10%左右。 也就大概涨了同样的房型,大概涨了2000块钱。呃,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不算是特别的优惠了。 那最近呢,其实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,因为学生啊,很多其他的朋友啊,呃,因为香港的政策,这个,香港的这个疫情政策在慢慢的放开。 所以说呢,很,更越来越多的人就来到了香港,不管是中转也好,还是过来,呃,现场授课的这个上课也好,呃,也导致了这个价格慢慢的水涨船高。 而且出现了一房难求情况,我因为我听说有些同学,他们要提前一天晚上过来排队去拿房子,这个也是比较夸张啊。 一年前之前,这个根本不敢想象,因为一年前之前,他们会给你非常好的offer,然后有非常多的房型给你选,然后还有各种优惠,给你百价优惠券啊。 嗯,甚至在今年年初疫情最严重的时候,我还看到有一个offer是,如果你,呃,推荐你的朋友来,呃,我忘了是你推荐两个还是三个朋友来,他会送你一枚纯金的金币,应该也值个几千块钱吧。 这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。 然后因为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比较长嘛,住了一年半的时间,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认为的,在海运圈居住的几个优点和缺点。 啊,先说优点吧,我觉得优点第一点呢就是方便,但是等一下缺点我也会说不方便。 啊,为什么方便呢?是因为首先它的交通比较方便,它从这里去,呃,不管是去,呃,首先它是有班车的啊,呃,它楼下每15分钟就会有一班班车,经过红勘地铁站到尖沙嘴那个半导酒店后边那里。呃,所以说其实很方便的,大概每15分钟一趟,从这里去尖沙嘴的话,如果你排队去楼下,呃,就大概,呃,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了。 但是只是因为人比较多,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时间,你基本上提前5到10分钟下去,你肯定是排不到的。 如果你想在上班时间去坐楼下的班车的话,你大概要提前15分钟以上,去等它的下一班,你才可以等得到。 然后呢,除了坐地铁,呃,除了坐班车之外呢,其实还有很多选择,因为它楼下有巴士站,啊,你坐115,可以坐到中环,可以坐到弯载,呃,也是比较方便的。 然后不管你去尖沙嘴也好,去旺角也好,还是去,呃,全弯那边,你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巴士,也是挺快的。呃,还有两个小巴是26和26A,这两个巴士呢,呃,是小巴嘛。 然后他们基本上你往那个,呃,西九龙啊,然后你去,呃,去那个叫什么,左墩啊,去这里,其实都还是挺方便的。 再一个就是,其实这个位置,你去坐地铁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。呃,今年的7月份呢,东铁线在这里开通了。 东铁线从这里延伸到了港岛,你可以去会展中心,然后你可以去金钟。 这也导致你从海银线出发去港岛的距离突然变得非常的近,因为你从这里大概走到,呃,鸿寒的地铁站,只需要不到10分钟的时间。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坐小巴和坐,呃,26路,啊,这个是更快的,啊,不管是你走路还是坐小巴,但是都可以很快的到,很方便。 然后如果你去坐黄埔那边的地铁站的话,其实你可以坐到,呃,牛麻地啊,坐到旺角啊,都大概只需要2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 连走路加上坐地铁,你基本上从出发到,到那里大概到旺角,也就是20分钟的距离。 所以说还是很方便的。呃,第二个呢是它的,第二个它的方便是在于,呃,它的周围的设,呃,周围的配套很方便。 比如说,黄埔有很多好吃的东西,包括我们北方人喜欢吃的,呃,什么刀削面啊,之类的,有一个非常好吃的,回头可以去吃一下。 呃,然后如果去超市的话,这边有永旺,呃,有百家,还有惠康,这些大超市都有。 而且今年啊,就在我这录这期视频的半个月之前,这里刚刚开了一个,在香港非常非常流行的,呃,Donkey Donkey,一个日本的超市。 虽然价格比较贵,但是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,呃,很好玩的一些,呃,吃的东西,一些玩的东西,还有一些小的商品呢,之类的,都很值得大家去挖掘一下。 当然附近还可以,像你去旺角啊,去见鸦嘴啊,很方便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。 包括,呃,你想去吃饭呢,之类的,啊,这里还有一个红磷街市,如果你想去,呃,走路去红磷街市的话,大概也只需要十分的时间去买菜啊,买鱼啊,都很方便。 所以说,呃,买东西还是很方便的,呃,当然等一下不方便,我也会提到这个事情,呃,这是第一点方便。 第二点呢,就是它的租期是相对比较灵活的,因为它可以半年齐租,然后你,呃,半年到一年之间的时间,你可以随便选,呃,七个月,八个月,包括十一个月。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计划,比如说我就在这里读,呃,一年左右的书,然后我可能暑假就回去了,那你可能可以选择十个月左右的租期。 这个还是比较,呃,租期比较灵活方便的,呃,而且它这个房子是,呃,全齐的嘛,基本上这些大件,刚才我拍到这些大件,包括沙发呀,包括这个电视啊,呃,包括这些书桌呀,之类的,全都是齐的。 你基本上可以做到,呃,拎包入住,呃,入住之后呢,你只用自己更增添一些自己的小件啊,比如过碗飘勺这些啊,呃,被子这些之类的就可以了啊,自己的衣服这些的,就OK了,你就可以这里住了,还是很方便,你走的时候呢,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负担,你不用考虑太多我要处理家具之类的事情,呃,还是很方便的。呃,然后它这里交钱呢,也是可以刷信用卡的,所以说在楼下,呃,你只要按期去交你的费用就行, 因为它这里的房租只包,你只需要负担房租和电费,呃,只有这两笔费用,你可以通过信用卡去交,而且有一些信用卡呢,它有一些,呃,cashback,就是一些返现呢,你加上这些活动的话,其实还是可以省下一点钱的啊,呃,这是第二点啊,第三点是,它的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,因为这个,因为这个海鲜酒店呢,它除了呃,这个房间之外,它在五楼有游泳池啊,还有健身房啊,呃,甚至还有几个按摩椅,呃, 呃,所以说你还是可以,呃,通过这些配套的设施,呃,让自己娱乐一下啊,放松一下啊,休息一下,都是可以的,而且,它,呃,它离海边呢,其实很近的,从这里走到海边大概只需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,在那里跑步还是很方便,而且,最近有很多住在附近的人都在那里偶遇了彭于晏,所以说,还蛮有意思的啊,环境也是挺漂亮的,呃,说完了优点,我现在再跟大家聊一下缺点啊,缺点第一点还是,呃,方便相反, 就是不方便,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方便,现在说不方便的,因为这个位置呢,它不管是离,呃,那几个大的超市也好,吃饭也好,呃,都要走,包括地铁站也好,大概都要走,嗯,十分钟左右的时间,呃,所以说夏天嘛,如果香港,呃,因为香港的夏天还是比较长的,如果你白天出去,其实还是很热的,特别是如果你去买东西啊,特别是你去买,呃,超市啊之类的,有时候你可能拎一些很重的,或者搭建的东西回来,呃,拿的时间久一点还是挺辛苦的, 啊,所以说我也建议大家如果在,呃,这里住的话,可以考虑买一个那种小的那种手拉车啊,这样的话,其实如果你来一些重的东西的话,还是会方便很多,呃,第二点呢,就是,呃,这里的隔音问题啊,我觉得这里的隔音问题还是蛮严重的,其实网上吐槽也挺多的,呃,像我住在这一点,因为我住的是比较靠,呃,靠海边的那个内侧,然后我们的主卧这里刚好和对面和隔壁啊,它有一道应该是承重墙, 所以这个墙是实心墙,这导致我们的主卧其实是相对比较安静的,但是在这个小卧室的话,其实它跟隔壁的墙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薄的墙,隔音还是很一般的,有的时候甚至晚上,比如说我在这里,呃,弄电脑啊,在这里,呃,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,有的时候还会听到隔壁有人在说话或者干嘛的,这个都是可以听到的,隔音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吐槽的问题,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,第三点是因为它是酒店式的管理嘛,所以说,它的要求还是有一点点的 严格啊,它第一是它不允许你摆大件的家具过来,虽然你可以把它拆零碎了,然后把它运上了,也没有人管,但是理论上来讲,它是不希望你摆很大件的东西,所以说你自我发挥和自我调节这个,呃,所居住的这个结构的空间还不是特别的,呃,有没有太多的空间啊,然后第二个是它在你住在这里的时候,它就需要你登记,你居住的人数,以及每个人的信息,这个理论上是不可以更改的,虽然有的人他可以, 比如说在住完之后再邀请别人过来,比如说住在厅里边,或者再跟别人,再加合租的人,但是,呃,从酒店的角度来讲,它是不允许你再增加人进来的,而且是中间不可以更换的,所以这点也是比较麻烦,比如说,呃,有的,一起合租的朋友,有的可能有一个人他想换地方住的话,这时候就,就显得不是特别的灵活,呃,那第四点呢,其实我觉得是因为,呃,我认为这个房子的采光还是有一些问题, 今天还是比较亮,因为第一,今天的天气比较好,第二,呃,因为我这个房间是朝东南的嘛,呃,现在还在中午,呃,刚刚两点钟左右的时候采光还可以,我把所有的,呃,这个,我把所有的窗帘也都打开了,但是,刚才我去跟大家也拍了,我们这个,厨房的位置和洗手间的位置,都还是比较黑的,特别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,呃,就已经基本上很黑了,而且,呃,厨房跟洗手间,基本上你不开灯的话,是没办法在那里, 比如说你要做饭啊,或者是要上厕所,是不可能的,呃,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暗的原因,而且,因为它这个,呃,客厅是不规则的嘛,所以说,呃,它是比较深,然后比较细,那采光的角度其实是有点,有点窄的,所以说,我觉得在这个房间里边,大部分的时候可能你都要开灯,呃,而且你的朝向是单独只朝向一面的嘛,所以导致你的采光是,阳光也是不太够的,这也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,就是你晒衣服和晾衣服的问题, 呃,经常会逼不得已的让你去阴干啊,这样的话,其实有的时候,呃,天气比较,怎么说呢,比较潮湿的时候啊,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味道,呃,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地方,我认为一些比较,呃,缺点或者是不足的地方吧,当然总体来讲,我觉得还是一个让我去住的很舒服的地方,而且,呃,我也觉得在这里住的时间也比较长,还是有一点点感情的,呃,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段比较,呃,美好的回忆, 好吧,那大概对韩云轩的一个room tour和分享,大概就到这里,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小区,对这个酒店感兴趣的话,也可以在下面留言,我们可以讨论,然后有什么大家想知道的,我也可以通过留言的形式,呃,再回复给大家,再告诉大家,当然,有其他在这里住的小朋友们,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,呃,在留言区讨论一下,好吧,那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,拜拜。